我再读一次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 讲一两句话 然后我们来一段的讨论和问题解答 因为我们不常有讨论和问题解答的 第二章十二节 我读新一本 凡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 将不按律法而灭亡 凡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 将按律法 受审判 十一节 谁命那一节 因为上帝并不偏待人 牧里要说的是 十二节讲的 就是证明神怎么样的不偏待人 没有律法的人 他们在没有律法的情况之下犯罪 就不按照律法 受审判而灭亡 有律法的人 他们有律法而犯罪 就按律法 受审判而灭亡 上帝不偏待人的 上帝的不偏待人不是谦卑一律 乃是按照人在什么情况之下 很公义很公正的 不偏心的审判他们的 好 我们可以有些讨论 刚才我们开始一个讨论 来 那些没有律法的人 或者在律法以外的人 他们没有律法的 然后他们灭亡 如果在律法之下的人 他们犯了罪 也是灭亡的 他们受审判 按照律法审判而灭亡的 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律法 这个律法就是上帝的特殊启示 律法就是上帝的特殊启示 所以就是说 这个在律法之下的人 就是 是不是听了福音 然后又拒绝福音 所以在律法之下犯罪的人 是不是听了福音而拒绝福音呢 假如你福音这个词是包含了旧约的上帝的话 那是的 福音是指旧约的福音 新约的福音 或者用比较老旧的名词 律法和福音 Long gospel 他们是没有Long gospel 对不起 那些有新旧约圣经的人 而犯罪的就是 听到新旧约福音而拒绝的 是 那些听了圣经 而拒绝的人 就按照圣经 或者特殊启示 受散犯而灭亡 那些是有圣经 或者听到圣经的人 是 那继续 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 我有一个很危险的想法 有个危险的想法 就是到底 你听了福音 就是他所说的 with the law with the law 有律法的 就是有圣经的 简单的说 包含不包含基督徒 有律法的人 假如你把这段经文 应用在保罗写完 罗马书之后 就包含我们基督徒 保罗这里直接所指的是 犹太人 是有旧约律法的 旧约一直在保罗那一天 那一段时期的犹太人 但是你只要把这个上帝的不骗的人的审判 这个原则用在2019年 那就包含有圣经的 听到圣经的基督徒 是 基督徒是指教会里面的人 是 基督教圈子里面的人 包含 所以你听了圣经而犯罪 而做罪人 你就按照圣经受审判而灭亡 那么基督徒有可能灭亡吗 那看你对基督徒的定义 我从加尔文清教徒一直下来 我们就是读他们的书 他们写书的时候 我们讲话的时候 说基督徒的意思是 教会的会有 或者在教会里面 做礼拜的人 会灭亡吗 就等于你问 那些在新来山下 在旷野的犹太人 会灭亡吗 在大卫 所罗门座王子下的 以色列的国民 会灭亡吗 是同一个问题吗 不论你在旧以色列 或者新的教会里面的人 会灭亡吗 大有可能会 而且很多 在旷野死掉 整整一带 整两个 耶稣亚跟加勒 进去 加勒地狱是下一代的人 所以 所以他们的灵魂在地狱 那些 有律法而犯罪 而做罪人的 灵魂在地狱 不是说你 你今天杀个谎 就下地狱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有圣经 而不要顺从神的话 做罪人 有圣经而做罪人的人 身体灵魂将来都要在地狱 是 对不起 不是在讲信跟不信 这里在讲犯罪的人 犯什么罪 所有的罪 任何的罪 或者老师我用更加简单的话来问 一般平信徒或者说初信徒会问 一般平信徒或者初信徒会问一个问题的是什么 有律法也死 没律法也死 有律法也死 没律法也死 然后什么 下面的句是什么 公平吗 保罗说 政治公平之所在 保罗要讲的是 神不骗戴人 十二节 就告诉你 怎么不骗戴人 刚才那个问题你要问下去吗 这个不信 什么意思 你的问题是 对 教会的人听到福音 心里有些人是心里信的 有些人是心里不信的 当然保罗讲到第三章之后 第二十一节之后 就是讲 因行称义 说他前面先铺路说 你有圣经 不论你有旧约做犹太人 或者你有新旧约 这基督教里的 会有 不等于你得救 你有 而做罪人 有神的话而做罪人 结果就是受审判灭亡 这个是前提的 这个是前提 从第一章十八节一直讲到三章二十节 那这里第二章十二到十六节是非常关键性的 我们会慢慢一节一节的来看 有律法的 有圣经的 有神的特殊启示的 而犯罪的人就灭亡了 按照律法来审判 按照圣经来审判 没有圣经的人 他不按照圣经来受审判 结果也是死亡的 也是灭亡的 没有圣经的人 上帝没有提供一条后路上天堂 有圣经的人 也不可以把圣经或者律法当作理所 当然就滥用他们有圣经这个自由 这个特权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上帝完全公道 圣经的福音包括旧约和新约 在旧约 在旧约还没有写成之前的人 或者说他们还没有读到福音在外邦 或者旧约还没有写完 而是就是没有律法的人 OK 这里所指的律法不是指新约 因为保罗还在写新约罗马书 刚才我要讲的是 假如我们把这种经文应用在21世纪 就包含了新约了 保罗当时是在写新约 所以不包含新约 保罗这里是指的 特别是指犹太人 包括十诫的 十诫是旧约的一部分 没有错 这个律法当然特别是指十诫 广义可以指整本旧约 你在想的是什么问题 我中间想旧约是怎么时候写成的 写什么时候写成 最词是主前四百 对此四百到四百五十 就是尼西米的时代 我不相信旧约有一些书卷是主前两百年才写的 这个是自由派和一些不警醒的福音派旧约学者的立场 所以在这本书 约翰木里的书是特别是指犹太人 对所以约翰木里下面他会解释 保罗特别是指犹太人 那没有说不指别的人 不过他主要要讨论的是犹太人的虚伪 虚枉 虚枉 他们滥用他们的特权 也虚伪犯同样的罪 就犯外邦人犯的罪 我们在讨论的是神审判人的标准 是 是什么呢 是有没有行神的律法 就算没有旧约律法 神审判也是一样的 因为下面就说他们心里面自己求自己的律法 所以律法要求什么的行为他们是知道的 所以上帝是按照简单的说 按照人守律法的行为 作为他审判的标准的 我再讲一次 神是按照人有没有守他的律法 那个行为作为标准审判的 那你说 不是因行成义的吗 是因行成义 意思就是说 好 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是没有罪的 假如他们当时没有经过吃那个经过 过了考验的时期 他们就永生 就没有再罪跟救恩了 现在人类犯了罪的 但是上帝没有降低他审判的标准 上帝所做的是 上帝用他这个至高的 你们要完全这个标准 来审判全人类 结果全人类都不及格 所以神的义 第三章二十一节 显明出来 有律法先知有就业做见证的 但是在律法以外 就是不是用 要求你 审判你 定你罪这个方法 在律法以外 但是律法先知做见证 第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 就是应行证义 就是他的恩典 再来 当上帝成就他的恩典的时候 他一点都没有降低 他要求的标准 和他审判的标准 他的标准仍然是一百分 与此同时 全人类考的分数是零分 所以上帝差点到儿子来 代表人类考一百分 或者活出一百分 成就他的义 何况还要死在十架上 承担我们零分 所当得的惩罚 在整个过程里面 上帝没有降低 他要求人完完全全的完全 Completely perfect 完完全全的顺服 Exhaustively obedient 这个标准的 他没有降低的 是 当我们说上帝的审判的标准 是不会改变的 他永远就在那里 当我们说上帝的审判的标准 不改变永远在那里的时候 那些所谓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那些没有律法的人 就是外邦人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 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的外邦人 有别于少数外邦人 他们好像有点入教 进入犹太教 不算那些 一生都没有接触出基督教 他是真的异教徒外邦人 或者说在耶稣以前的一些 我更加给一个例子 比如说中国早期的 中国早期啊 非洲什么地方啊等等 当圣经说他按照他们自己 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样的一个条例的时候 当圣经说他们自己的律法 的时候 上帝用这个 审判他们的 他们自己是自己的律法 这个人本 那个人的 自己的律法 这个怎么解释 是什么来的呢 等一下我们会来的 我们再过一天或者两天 会到第十四节 律法的功用 the work of the law 律法的工作 在他们身上 这个是从上而下的 而他们自己的良知 良心呢 会对这个律法的工作 说阿们的 会证实的 因为他会换以为是 换以为非 控告自己 我这不控告自己吗 再来 神的律法 在那些没有律法的人身上 是发生一个 在律法以外的功效的 结果就是人会 控告自己 或者偶然不控告自己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们不是行 他们不是有律法 他们是没有律法的 他们不是成全 遵行律法 他们是行 律法上某些事 譬如说 他们也会孝敬父母 也会关心邻居的水利 耕田的时候会弄 一条运河等等 他们会做 对别人有好处的事 行律法上的事 这个是表示 神的律法 有一种广义的工作 在全人类的身上 良心回应 神的律法的工作 按照目理 他不要把 律法的工作跟良心 在第二章 他不要说 这个就是第一章 十八十九二十节的 那个是 从万物 上帝所造的万物 人知道有什么 那是普遍启示 墓里不要讲 人里面那个是普遍启示 他要讲的是律法的工作 你看墓里 他是很精准 圣经没有在第一章 十九二十节 讲 人心里面 有神的普遍启示 他就不讲 他就讲律法的工作 第二章十四十五节 因为 只要你们记得的话 第一章十八十九二十节的时候 他说 上帝向他们显明 因此在他们里面显明的时候 他说 这个不是讲律法的工作 跟良心 他说 那个是因为人是有理智 有心的 所以 当上帝向他们显明的时候 就当然在他们里面就明显了 因为他们是有头脑 有灵魂的 所以那个在他们里面显明 罗马斯一章十九二十节 不是指第二章十四十五节的 因为圣经用词不一样 在那里用的是律法的功用 在他们心里面 然后他们的良知怎么样 公告就不公告 所以牧里就用那些字 他尽可能 不在圣经的用词以外 对不起 化舌天诸 甚至福 讲到 亚当时期跟挪亚时期立约 他都不用约这个字 他用 神在亚当时候 时候所安排的 他故意不用约这个字 他不是不会用那个字的 他写一本小书就是讲恩典之约 但是他用的字是亚当时期的 神的安排 所以他用字 尽可能靠近圣经 请说 可以这么解释说 当你说上帝下来 是给那些没有在律法 或者说上帝是给那些律法之外的人 是那个后来良心的回应 是 上帝从上到下 给那些在律法以外的人 律法的功用 是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 不是 是二章十四十五 目里不要扯进那边 因为那边不是用这些词汇的 那边讲的是 借着受造之物 这边是讲 律法的功用在人心里面 他的良知怎么控告不控告 当然是有关系 但是 每一段经文用什么字 目里就尊重圣经用什么字 是请 这里 是的 有讲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 这个词 这两句话常常出现 但是这里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 因为我们就是有关 有律法和没有律法 但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 有律法还是没有律法 所以保罗是在这里想讲 犹太人是一定有 一定在律法之下的吗 保罗这里在讲 犹太人就是在律法之下的吗 是啊 犹太人就是有格力 有律法 有安息的等等 他就指着犹太人这个民主 还是遵守犹太教的 他是指一直到主耶稣 定神下复活之前 所有的犹太人 主耶稣复活之后就不一样了 正犹太人就是我们那些新耶稣的人 所有的犹太人包括在实践之前 包括实践之前的 犹太人是包括在实践之前的 所有的犹太人 这是在实践之前的 算了 亚当挪亚的后裔 亚伯拉的后裔 亚伯拉是 希伯来人 就是犹太人的祖宗 他的以色玛利是半个犹太人 以撒是整个犹太人 包括那些 我们就用另外一节经文好了 用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 那里讲到 我们还没有到第五章十二节 那里讲到从亚当到摩西 那些没有按照亚当犯罪的方法 去犯罪的人 就是说他们没有吃尽果 或者没有 上帝明明讲了他明知故犯 没有用这种方法犯罪的人 死在他们身上做亡的 但是十三节又说 不是十三节 罗马书第五章十三节 又说 没有律法 罪不算罪的 OK 没有律法 罪不算罪 那是原则 好了我们来看 从亚当到摩西这段时期 各种各样的人 有的做乐器的 有的建八别塔的等等 对不对 法罗说从亚当到挪亚到摩西 那些没有好像亚当这样子 回应神的话 明知故犯的 那些人 死在他们身上做亡的 换言之 神有律法在算他们的罪的 结果就死吗 而且死做亡 这个另外一点 目里很精彩的解释 他说 没有这回事 就是说 没有律法 罪就不算罪 那有没有什么时候 是没有律法的呢 事实上就没有了 所以他就说 然而 亚当到摩西 就是没有律法 这个时代的人 死做亡的 是怎么做亡 就是因为有审判 怎么有审判 因为有律法 因为上帝既算罪 所以律法这个字 有的时候是指实戒 有的时候是指神 所做的要求和审判 就是律法有这个性质 the law as requirement the law as commandment 在伊甸园 上帝的律法是吩咐 没有错 是命令 但是不是实戒 不是在书板上的十条 所以律法这个字 有的时候是指上帝 那个命令的性质 加上审判定罪的性质 这个律法的性质 再来一次 律法这个词 第一是指原则 一般的原则 或者说是指动力 第七章 我里面有另一个律 有一个有另一个 那个是动力 控制生命的原则 或者是动力 好 所以律法是原则 是动力 第三是实戒 或者是旧约圣经 第四 律法是有所要求 有所审判的 就是律法 实戒当然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再来 律法是原则 第二律法是动力 就是控制生命的动力 第三律法就是实戒 或者旧约 那个是属福灵的 是好的 第四 律法是任何有所命令的 有所审判的 的准则 世界当然是最明显的一个范例 这是第四 对吧 第五 律法是人 靠守律法 靠行为 称义的一个错误的宗教 一个虚妄的 与福音相反的 假福音 这第五个 这个律法 这个字 第五种的用法 第一是定律 第二是动力 第三是实戒 第四是有所要求 有所审判的 第五是 靠守律法 称义的 错误的 人为的 假福音 或者是宗教 那个是 耶稣保罗多次责备的 批判的 我最近读母里呢 就把这个律法这个词 又多加了一些的意义 通常只有三个 现在有五个了 那 回到第十二节 你听过一种的说法是 没有律法犯的罪 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所以就不灭亡咯 这种说法你听过了 谁说过的 Billy Graham 1997年6月1号 还有其他的 就是说 我们很多时候 会一厢情愿的 认为 上帝会按照人的行为审判 那那个是的 上帝是按照人的行为审判的 那这样子呢 某些佛教徒 什么什么教徒 就会过关的 天堂会见到他们的 Billy Graham这样子 在1991年6月1号 在水晶教堂的牧师 Robert Shuler的电视节目上 接受访问 我从来不看他电视节目 刚好那天 坐在张立生 已故的张立生教主的师母的家里 打开电视就听到他讲这番话 结果 哥佩里不打团了 收回都来不及 因为水晶教堂他们绝对不肯把那个视频送还给哥佩里 所以在同一年的大概十月是一月 他的决策杂志就登一篇 Jesus is the only way 耶稣唯一道路 但是那个damage is done 但是呢 已经很多人听到他讲 一段天堂会有一些好像佛教徒 回家都那种人的 那段话 老糊涂了 还是说他 不是老糊涂就是这 随着 随着岁月呢 从1947年坚定圣经无误 到1997年 50年 他的信仰有改变 心底里 因为 Rabbershuler直接跟他讨论的时候 他就露出他里面这一个的信念 收回都来不及 那 不过你不能怪一个人 这个是很多福音派神学家跟牧师的立场来的 一厢情愿地认为上帝会有 提供另外一条后路 给其他宗教的信奉德 当然自由派 普旧派 是这样教导的 福音派也有很多人受这方面的影响的 唯一的道路 没有别名 《使徒行传》4章12节 《使徒行传》4章12节 是唯一的道路 那道教 佛教等等怎么可能上天堂呢 我说吗 一厢情愿 It is a one-sided loving imagination 错误的慈爱的想象 虚幻 A wrong loving imagination 一厢情愿的 One-sided 也就是说 所以我们说罗马书 是打开圣经的钥匙 换言之后很多人没有读懂罗马书 读懂圣经要讲的话 或者他们不把罗马书当作是所思 把它当作是参考的 我想我们在读到第13、14、15节 就还有讨论的 我们正在进入到这段 在教会大圈子里面很有争议性的一段经文 对墓里你看 他就凭不止说都继续解释下去 每一节他就告诉你 圣经这个字怎么用法 有可能是指什么 不可能指什么 所以就是这样子咯 就做这个结论来 所以我多加一句话 所以NICNT 这个新国际圣经注释系列 把墓里这本罗马书 挪走了 放另外一本进去 那本大体上都很有价文主义的味道 但是不像他直接了当 他做出的结论就是特殊启示 那些的神学名词 有些非改革中 不论是阿弥陀佛时代论的 就出不消 我是一面读一面在想象 为什么这本这么好的书 会被除去 离开那个系列 所以要单行 单行板这样去买 现在大概是美金50块 不是金装 瓶装而已 请举起来 给我一下 目前可以买得到的 大约是美金48到50块钱 而且是paper bag 不是金装的 原因很简单 要求量少 一些改革中的神学院会要求我们读 还有谁呢 所以 就自从不在一个系列里面 之后 这个出版社也 也印 他就是 就这样印就是了 所以 他的 你一看就知道是 是拍照的吗 我那本就是原装的 1950年代的 好 我们再往前走一点点 今天晚上还有几分钟 罗马书2章13节 原来在神面前 不是听律法的唯义 乃是行律法的称义 This verse is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the two clauses immediately preceding 13节是与前面两个短句 直接相连的 and supports or confirms the proposition 他支持和证实上面两个短句的概念就是 The law will be the instrument of the condemnation pronounced upon those who have sinned under it 上帝用律法作为工具 来对那些在律法之下犯罪的人定罪的 这个是上帝定罪的工具 The emphasis in verse 13 那么在第13节 保罗所强调的是 Falls up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earers of the law and doers of the law 所强调的是 听律法的人和行律法的人之间的区别 The mere possession of the law does not ensure favorable judgment on God's part 人仅仅拥有上帝的律法 不保证上帝那边对人的审判是正面的 The law is a standard of judgment 是的 律法是上帝审判的标准 but it is the law as demanding conformity 但是上帝的律法是一个命令人遵行的律法来的 The apostle is undoubtedly guarding against that perversion so characteristic of the Jew 毫无疑问的主要保罗这里是要提防犹太人典型的一个扭曲 的想法就是他们认为 that the possession of God's special revelation and of the corresponding privileges 他们拥有上帝的特殊启示 和特殊启示所带来的特权 主办的特权 would afford immunity from the rigor of the judgment applied to others not the flavor 就让他们免疫 免受到那些没有这方面的恩宠的人 所遭受到的严厉的审判的 他们有神的特殊启示 还有在约里面有各种的特权 就会免去遭受外邦人所要面对的审判的 道罗特别是面对这种的错误 这种的扭曲 He speaks of the hearers of the law 他论道听律法的人 because it was by hearing the scriptures read that the mass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became acquainted with them and in that sense could be said to have the law 因为犹太人大部分都是 透过听律法的颂读 这样子对律法有所熟悉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透过听他们是有律法的人 看一些的经文 Luke 4 16 布家福音第四章16节 耶稣来到拿撒拉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 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 圣经这两个字是小小点的 要念就念律法 约翰福音12章 第34节 John 12 34 众人回答说 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 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 基督是永存的 信一本 我们从律法上知道 基督是永远长存的 是听回来的 Act chapter 15 使律行传第十五章 verse 21 十五章二十一节 因为从古以来 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 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 诵读 读 讲 The laws read The laws explained 哥尼多后书 三章 第十四节 哥尼多后书第三章 十四节 但他们的心底刚硬 直到今日 诵读旧约的时候 诵读旧约的时候 这怕者还没有截去 James 1 雅各书第一章 verse 22 22节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 欺贫自己 听道 行道 听 It is quite unnecessary to find in this verse Any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works In conflict with the teaching of this epistle in later chapters 我们完全不必在这节去找到一个 与整本罗马书的教导相反的 一个教义 就是靠行为称义 完全不必从这一节经文 去推论说 所以人是靠行为称义的 我再读一次 罗马书 第二章十三节 我们再处理这一节 原来在上帝面前 不是听律法的唯义 乃是行律法的称义 行律法的称义 这里不是再讲 靠行律法 靠行为称义 Whether any will be actually justified by works either in this life or at the final judgment is beside the apostle's interest and design at this juncture 那么究竟有没有人在今生 是靠行为称义的呢 那么究竟将来在最后的审判 那个日子 有没有人具体的是靠行为称义的呢 这个不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 所关注的 不是他计划要讲的 The burden of this verse is 这节经文要强调的重点是 that not the hearers or mere possessors of the law will be justified before God 在上帝面前被称义的人 不是仅仅听到 或者仅仅拥有律法的人 but in terms of the law the criterion is doing not hearing 相反的 在上帝面前 律法的准则是 有没有遵行 不是有没有听 the apostle's appeal to this principle serves the purpose truly and effectively 道罗在这里 用这个的原则 诉诸于这个原则 就真的很有效地 这样子达到这个目标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import questions that are not relevant to the universal discourse 我们没有必要去带进一些离题的问题 在这个讨论的范文里面 离题的问题的 this is the first occasion that the word justify is used in this epistle 在这里第二章十三节 是罗马书第一次用称义这个词的 although it is not used here with reference to the justification which is the grand theme of the epistle 虽然在这里所指的称义 不是罗马书的伟大的主题 那个的称义 但是 the forensic meaning of the term is evident even in this case 就算在这里 称义这个字是一个法律上的行动 就已经很清楚了 shall be justified is synonymous with just before God b 称义就是指在上帝面前 是义人的同义词 and the latter refers to standing or status in the sight of God 而后者在上帝面前是义人 就是指在上帝眼中的地位 是什么 to justify therefore would be the action whereby men would be recognized as just before God 所以称义的意思就是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动作呢 人在上帝面前 上帝承认他们是义的 or the action whereby men are given the status of being just in God's sight 或者说 称义是一个动作 透过这个动作呢 人得到了在上帝面前 是义人的地位 不论是被承认 或者拿到这个地位 是上帝做的一个动作 for a full treatment of the nature of justific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the terms 那么假如你要 更细地去研究 称义的本质和称义 和有关的词汇的意义呢 the reader is referred to the appendix on this subject 请读这本注释书后面 一段很长的 justification 称义的一个互录的文章 第十三节结束 我们后天开始讲 罗马书第二章 十八节 所以至少今天我们要记得 没有一些在律法以外犯罪的人 是在永生的 十三节 不是听还是行 律法的人称义 没有教导 我们要靠守律法称义 这个不是保罗所教导的 这些都是误解 第十二节 跟第十三节 好 我们祷告结束 天父感谢你给我们律法 给我们心里面的良知 会回应你律法的要求 你给人这个法性 我们的德性 求主你给我们 向你的稳 相信你的话语 也警醒 谨守我们的心 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的心被更新过 是新的心 所以可以在你面前 面对你的律法 纯敬为的心 都是你的恩典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第六两点钟继续